我們到了Wi-Fi設定,這支手機有Wi-Fi 6的支援 我們到了Wi-Fi設定,這支手機裡面有Wi-Fi 6的支援 到了Wi-Fi設定,這支手機有Wi-Fi 6的支援 Wi-Fi 6它使用的是2.4G跟5G的頻段 這支手機是使用Wi-Fi的 Wi-Fi的部分,這支手機最高支援到Wi-Fi 6 它使用的是2.4G跟5G這兩種頻段 這裡面有一個神奇的設定 Wi-Fi設定裡面最高支援到Wi-Fi 6 Wi-Fi設定裡面支援的頻 Wi-Fi設定裡面最高支援到Wi-Fi 6 它裡面用的是2.4G跟5G的頻段 裡面還有一個神奇的設定 叫做網路加速的功能 它可以使用雙頻段的Wi-Fi 那看起來這個雙頻段的Wi-Fi 它就是連兩個Wi-Fi熱點的部分 就是你有一個主要的網路 那看起來這個雙頻段Wi-Fi神奇的功能 就是它會連一個主要的Wi-Fi 然後你還可以再連另外一個次要的Wi-Fi 所以你可以主要的流量 那這個雙頻段Wi-Fi看起來還 那這個雙頻段Wi-Fi就是你可以連一個主要的Wi-Fi 然後再連一個次要的Wi-Fi 但目前我現在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測試這兩個Wi-Fi 那這個雙頻段Wi-Fi 那這個雙頻段Wi-Fi就是它可以連一個主要的Wi-Fi 跟一個次要的Wi-Fi 那我不知道它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會互相切換嗎 還是可以同時傳輸資料之類的 這個我不太確定 因為我目前沒有東西可以測試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熱... 行動數據 行動數據加速的一個功能 那你可以把它頂開來 那大家可以喔 按一下 那這個雙頻段Wi-Fi看起來就是你可以連一個主要的Wi-Fi 然後你再連 那這個雙頻段Wi-Fi看起來還蠻... 那這個雙頻段Wi-Fi很神奇 那這個雙頻段Wi-Fi看起來就是你可以... 那這個雙頻段Wi-Fi看起來就是你可以連一個主要的Wi-Fi 再連一個次要的Wi-Fi 但是我目前沒有一個次要的Wi-Fi可以連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Wi-Fi 所以不確定它到底是兩個會一起同時傳輸資料嗎? 它還是怎麼樣去處理這個部分 但是有一個雙頻段Wi-Fi加速看起來是還蠻神奇的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加速就是我們的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那你可以使用行動數據是輔助啊 或者是等Wi-Fi如果訊號真的很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讓行動數據完全來接管我們所有的網路傳輸的部分 這個可能要用一陣子才知道 但是有這些神奇的功能真的是還蠻特別的 可惜用來接著 Wi-Fi